距离台湾2016年总统及立委大选 只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 国民党为了挽救选情 过去这个周末 决定振前换将 改派党主席朱立伦 来角逐2016年的总统大位 那么朱立伦的参选 为台湾总统大选增添了哪些变数呢 有关详情我们连线 美国之音 驻台北记者李逸华 逸华你好 徐博你好 朱立伦现在已经正式成为 国民党的候选人 那么最近还有哪些重要的消息 或者进展呢 逸华 是的 就是刚刚您所提到的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已经在上个星期六 正式的成为了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他已经在昨天星期一 向新北市府提出了 请假三个月的申请 并且将他的三个月的薪水 都一并捐出来 大约是60万台币左右 大约是这个折合美金的话 大概是一万八千块美金 那么此外呢 他也将这个即将站到第一线 开始这个主打这个选战 那么朱立伦这两天呢 也开始积极的接受台湾各大媒体 还有这个平面电视媒体的这个专访 并且在节目上呢 都大力解释 他从这个坚称不选2016到现在投入选战的这个过程 那么各界呢 对于这个朱立伦投身选举 并且向这个新北市府告假三个月的这个消息呢 有许多的质疑 认为他这么做呢 会愧对这个许多支持他的新北市民 也认为他这么做呢 是这个和他的政治诚信呢 有很大的这个出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对此朱立伦他已经向这个新北市民提出了抱歉 然后也多次的表示这个要选这个2016呢 总统大选呢 是一个不得不得痛苦决定 那么他呢 也就是觉得说 这个为了一个大局的着想 所以他必须出面承担 这是他做出的解释 那么与此同时呢 大家都相当关注 朱立伦是不是会像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一样 出访美国还有日本 那么今天下午呢 朱立伦呢 也已经和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AIT的处长梅建华进行了会面 那么梅建华处长 他们是在这个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进行了会面 那么双方呢 有许多的议题提出了广泛的这个交流意见 那包括对这个现在各界相当关注的 这个选举的议题 还有这个对所谓的中华民国的 这个政府的一些的支持 还有这些这个交流 那么朱立伦主席呢 他也对这个 对这个美国对像中华民国 还有对台湾民主政治的支持呢 表达了感谢 那么有关于这个访美形成的部分呢 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这个发布的消息指出呢 朱主席呢 他只是才刚成为候选人才三天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的一切呢 都必须要看这个选举的步调 还有这个行程的规划来做决定 因此他现在还并没有办法确定 是不是会出访美国 以及这个具体的其他行程会怎么安排 好 那么国民党做出了决定 让洪秀柱下 让朱立伦上 那么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呢 目前有没有影响到台湾总统的选情 对于台湾民众的这个政治倾向 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易华 是的 这个国民党呢 他已经正式在这个过去这个周末 正式通过由党主席朱立伦来取代 这个洪秀柱成为总统的提名人 那么在台湾社会呢 普遍对于这个结果呢 并不是非常的意外 那么过去这个周末 除了这个国民党的临权会召开之外呢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呢 也在正式成立了这个全国的竞选总部 那么之后呢 根据这个最新的民调 TVBS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呢 如果明天呢就举行投票的话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支持度呢 大约还是维持在46% 那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支持度呢 大约是29% 两个人呢相差的大概有17% 那么宋楚瑜呢 就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所得到的支持度呢 大约是维持在10%左右 那么这个结果和10月7号 TVBS所做的这个调查结果相比呢 这个朱立伦和这个蔡英文的这个 蔡英文的支持度稍微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左右 那么朱立伦还有这个宋楚瑜的这个民调结果呢 他支持度大概是维持差不多没有变化的情况 那么朱立伦在正式宣布参选之后呢 目前选民中间大概有两成左右的选民呢 表示还是不会愿意去投票 那么这个和在这个朱立伦宣布参选之前的结果是差不多 那么不过值得比较关注的是说这个朱立伦在正式宣布参选之后呢 中间的选民对这个蔡英文的支持度呢 有46%减少到了39% 这是有关这个中间选民所谓这还没有确定自己会投给哪一方面的候选人所做的这个结果 那么还没有决定的这个比例呢 则有27%提高到了35% 因此呢这个朱立伦宣布参选之后呢 对于中间选民的这个决定取向呢 似乎曾增添了一些变数 不过呢接下来的选情还是值得相当关注 续播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亦华的连线报道